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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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理解到 骸克他所會應用的 手段是越來越多 其中一個手段叫 引血術 所謂的 Stagonography 這樣的劇場挖礦病毒 這樣一個方式 其實也實際上 造成了一些災情 全部再整個自行一遍 所以我們的圖都出來 我們可以慢慢比較 我們先比 長的資訊 那這是原來的 原來的話其實他有些地方 他是比較灰階的部分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經過處理的話 其實他就是 他只要是大於 他的值只要是大於 大於等於128 地方他就會變成白色 所以在這邊 他就沒有 在解灰這邊就沒有灰階的一個情形 就是 不是純白就是純黑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長的資訊 這兩張就可以 把它弄掉 那我們再比 泰勒斯的這個圓圖 還有我們那個 剛剛長的那一張 長資訊這兩張圖 這兩張圖你做的比較 事實上很看不太出來 有什麼差異 肉眼上真的看不出來 因為每個channel 我們只用一個位元 去長資訊 所以這種手法 大概就是用圖形 然後用圖形去 去 藏 藏資訊嘛 那我們用的圖檔是PNG的 非破壞性壓縮 好 各位同學好 我們這個課已經 逐漸進入尾聲了 所以我們大概 打算講的是 應該是一個 最後一個議題 所謂的 飲血術 以及病毒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當然 在這個影片是預錄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可能會 比較處理一些 比較食物上的一些東西 好 那 好那我們就先 切到我們的一個簡報 好 好 那我們看到這邊 一個簡單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長頭獅 的部分 好那我們這邊強調 這個 我們是把它製作一個圖檔 所以用正的字體 康熙字典 體產生器 好 那 長頭獅當然是老是自己去弄的 所以我們 當然一般讀的話 像這種 這種長頭獅當然是從 比較傳統的那種漢字的讀法 從最 右 右上方 右上而下 好 所以 我們就看了 病毒長生素 一言難寫淨 不只銀美圖 也算費心機 可使雜醜用 那我們在這個詩句裡面 到底它藏了什麼 句子呢 那 其實 就在這邊的對角線這裡 可 算 銀 謝 數 好 那我們就 以這個來做一個開頭 好 那 這個當然看起來 沙漢之下 也沒有什麼 很科技的方式 但是 基本上 喔 銀血數就是把 東西把它藏起來 好 那 這邊應該是一個2019年 年尾的一個報導 上面大概是寫的就是說 二億城市裡面 藏在泰勒斯的照片 泰勒斯是 是一個 歌手 那 特別是中國 台灣 以及日本 都是種災區 那這個是 IT Home 當中的一個報導 那 基本上呢 它就是 採礦殭屍網路 所謂的MyKings 它將 二讀 城市裡面 它就藏在 這個 照片上面 那實際上 它這個藏法 它就是 你乍看之下 你看不出來 這個 照片上有什麼 任何的一個問題 就認為是一般的 照片 好 網路上照片呢 那 你 結果呢 它 其實呢 原則上它就是用 陰寫術呢 將這些 惡意 軟體呢 藏在這個照片裡面 那 好 那這樣會有 什麼樣的後果呢 詳盡報導 我們當然可以去看 IT Home 那篇報導 我們當然簡單的 說明一下就好了 那當然MyKings 它的攻擊手法 是不斷的 退層初心啦 好 所以現在都用到 引寫術 引寫術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 它是以 突檔方式隱藏 惡意的 Windows可執行檔 那 呃 很 高的機率是 可以 欺騙過 安全政策軟體的檢查 因為一般來講 它就是突檔嘛 所以你就不查嘛 好 那 基本上它裡面藏的這個惡意軟體呢 它就是要去 挖 門羅幣 所謂門羅幣 那 大約呢 它 以它那個報導的 那個 那個 時間 它大概 賺的那個錢呢 大概是 300萬美元 好 所以這挖礦病毒啊 這是很討厭的 那我們當然建議 如果同學 你在你的瀏覽器 上面 你可以盡量去 裝一個 像是這樣的一個擴充 類似這樣的擴充 就防止 防止別人 要利用你的電腦去挖礦 幫他賺錢 好 現在駭客 駭客呢 它 的動機 當然就是為了錢 一個可怕的當然就是 勒索病毒 另外一個就是挖礦病毒 好 那我們這邊呢 當然要做一個練習 我們就是說 所謂多媒體 引寫書 當然可以寫照片上面 當然也可以寫 寫在其他多媒體檔案 像是聲音檔 或是 影像檔 都有可能 那 引寫書本身 它是一個技術 它不一定是 裡面要做壞事 所以我們在這邊做練習 我們並不會教同學 怎麼去 做壞事 好 那我們要用的一樣 是 就是 剛剛所提到的那個女主角 好 所謂 泰勒斯的一個 一個圖 好 那我們 就進入到我們的 城市始作的一個部分 好 有關城市部分 啊 我們這邊的話 當然先到我們的 電腦這邊的 開始的部分 啊 啊 當然可以直接去看 A開頭的 把 Anaconda把它打開 那我們這邊 就可能就開的是 啊 PowerShare 盡量 使用系統官員身份執行 因為我們如果說要裝軟體 或什麼的話 這樣可能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當然先把 啊 切到適當的資料夾 我們當然先切到低槽 好 它我們的 我們的 預放資料 應該是放在 這個低槽下面 也叫做 叫做Python的 啊 裡面應該是幾個 加密有關的 然後 跟引寫術有關的 前面有幾個 啊 字母 啊 在 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我們先DIR一下 這裡面有一些檔 我們當然這裡面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的 iPython notebook的檔 呃 我們當然也有圖檔 好 圖檔 當然就是剛剛在簡報上面 所提到的 呃 一個是你要 藏的 呃 訊息 另外一個是 所謂的 一般來講 銀血術裡面 要有一個所謂的 呃 载體 我們的载體 當然就是泰勒斯的 那張照片 好 好 當然就是說 我們要當然要先看 呃 因為我們這裡並不打算 呃 再去加冠什麼 銀血術的一般的 呃 密碼軟體 好 那 那種軟體實在太多了 好 我們這邊呢 呃 重點是放在 呃 更可能 跟程式比較相關的一些手法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這邊大概就用到的 應該是 OpenCV Python 所以你要當然先看 在這部電腦裡面也是有啦 但是我們一般來說 你可以去檢查一下看 你家裡面的電腦是不是有這個軟體 OpenCV Python 那這個核心應該是用CC++寫的 那這個當然是所謂的Python的一個 一個包裹 好 所以它的 執行的效能也不差 好 那原則上這個是有的 如果沒有的話 你安裝 記得 安裝的指定是 用PIP的方式去安裝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是install 因為我們是有 我們這邊展示 openCV-Python 好那確定 這邊也 也告訴我們它 你要裝的時候 當然你的nomepy 是1.17.3版 好 要大於等於 那我們裝上去的板子算相當新啦 4.5 5.1.48 好 那Python 嗯 的東西有時候 你也不要經常更新啦 因為 它 經常會有一些 相異性的問題 好 那確認我們的 所需要的軟體都有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啟我們的Jupyter Nodebook 那我們是用lab的方式去開啟 Jupyter LAB 好 那原則上是已經有開了 好 這我們就 先準備好的 我們先把 這個先把它都把它清掉 好 這邊我們把它縮一下好了 縮起來 我們view的地方 我們稍微調整 我們用 Presentation Mode 展示模式 同時我們也讓顯示行號 這樣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程式部分大概是這樣 好 我們就 依序來自清 然後再 並且來說明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common sale 當然很簡單 就是一般的字串 就是說我們 要練習引寫術 那我們需要的是 OpenCV 啊 Python 這樣一個套件 我們這部電腦是已經有了 好 那有了之後你就要把它 那個 你把它 要把它匯入 嘛 呃 OK 雖然說我們OpenCV 已經到了 第四版了 它還是叫CV2 好 所以 剛剛按了兩個 因為我們匯入CV2 同時我們打一個問號 問CV2是什麼 它這裡說明實在 非常簡單 它並沒有 沒有任何的 範例 實地告訴我們 那一般人來講 OpenCV2的套件是蠻龐大的 它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除了一般的影像處理之外 它還可以做一些 機器學習啊 等等的 所以其實真的蠻值得 花時間去學的 我是比較熟悉的話是它的 C++的版本 好 Python的話 其實跟 C++的 語法 差異不是太大 好 那接下來 我們看下面 ContumeSales 這個 ContumeSales 是一個 定義一個函數 這函數名稱呢 叫做 ShowFile 裡面有 有幾個參數 有幾個參數 應該要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S 應該是自竄 自竄 第二個參數呢 是InFile 我們就是說 我們的 圖檔 所以你這邊 要有你的圖檔 沒有圖檔的話 這個當然就不能玩了 你用圖檔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圖 圖檔的一個大小 這邊 如果是以這樣的一個方式 它其實 這個參數 它是 這是 寬度 這是 高度 這個 這邊呢 我們是 當成的 預設的一個 參數 除非你這些數字有改變 不然的話 我們其實這個第三個參數 往往是把它省略掉的 好 然後我們 接下來就進入到 這個 這邊 不要忘記這裡有個冒號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裡面 我們當然先去讀這個我們那個圖檔 圖檔 圖檔所在的那個 包括 因為我們是用相對路徑嘛 所以就是它的檔名 然後 我們把它的 圖檔 把這個圖檔裡面的資料 用那個矩陣 In 去裝 同時我們把這個矩陣它的 所謂它的 shape 點shape這個參數把它 把它用這三個變數去存 第一個是它這個圖的高度 圖的寬度 第三個參數應該是它圖的 它有幾個channel 它有可能只有一個channel 三個channel 或四個channel都有可能 好 那 當然如果說 我們 好 然後我們就把這 這些參數把它列印出來 好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那個 圖的大小 圖的size 如果它的size呢 就是它的寬度高度 不等於這邊預設的話 我們就要做所謂的resize的動作 好 那就是說老師 按這個 這怎麼來的 這個當然是根據我們那個 泰勒斯那張 那張圖的一個大小去做設定 好 然後再來就是 Ion Show 然後這邊就是 前面是它自傳 後面就是它的一個 啊 矩陣 然後 awake key 可以記得它大寫 那這裡面天靈 我們就 天靈的話 就 你要處理它 它才會終止 然後我們會傳回一個詞 傳回這個詞 就是我們 Ion Ion就是剛前面講到它 其實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矩陣 好 所以這邊呢 我們就讓它執行 shift enter 那 這裡呢 我們其實就可以秀圖了 所以我們秀file 我們的 字串呢 是 泰勒斯 然後它的英文 泰勒 我們這裡怎麼拼錯 好像拼錯了 然後 少一個Y Taylorshift 然後 這是它的一個檔 好 塗檔位置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 應該有出來 要把它點出來 點到前面 好 這是它的塗檔 好 那 我們當然先把它停掉 好 先把它停掉 就按 這個點叉叉 或你按任何鍵都可以 我們就 按點叉叉就好了 好 那 然後 這個下面這邊呢 我們進入 我們 所以就把 這個 它的 它的Ion呢 也就是說它那個 矩陣呢 我們就用X 這個變數去傳 它的 分別它的高度寬度 它是三個Channel 齁 有三原色嘛 RGB 可是OpenCV它的排列是 呃 是 BGR 齁 BGR的方式 齁 好 另外呢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 在簡報裡面 看到那個字體 齁 那這邊我們就有resize 齁 看一下 Shift Enter 因為它原始的圖檔的話 是 齁 高度是754 齁 寬度我們當初有調整啦 齁 讓它變成635 齁 但是它基本上它並不是完全一樣 齁 所以我們 將它做一個resize的動作 齁 所以這邊 大致可以看齁 齁 就跟我們在簡報裡面所顯示的那個圖差不多 好 然後我們就要引寫嘛 引寫方式是 是 將我們x 就是我們的泰勒斯那張圖呢 當成我們的 載具 然後我們的資訊當然就是我們的y嘛 啊 原則上 我們用的是 所謂的 LSB 齁 就是在低位元 低位元的部分呢 我們去 長音寫 所以 原則上 它每個 像素 每個pixel呢 它都有三個channel 每個channel 我們就用一個bit去長資訊 齁 所以 怎麼長呢 它不是0就是1啊 所以 我們 圖 圖檔的話 如果你 你 不管是RGB嘛 它就是0到255嘛 所以我們就除以 128 齁 然後 要取它的整數 所以這個python是這樣去處理的 所以它這樣出來的值呢 不是0 就是1 齁 所以用一個bit就可以去存 然後 然後做什麼事情呢 然後就去做 跟 那個 這個再去做SOR 齁 我們就採用SOR的方式 齁 齁 好 這邊我們就讓它運作 接下來我們就看那個 繡圖嘛 我們就把它繡圖出來 齁 齁 這就是我們有長圖的 長資訊的那張圖 這看起來跟 原來那張圖好像 肉眼看不出有什麼差別啦齁 等一下我們再處理 再比較一下嘛 齁 好 然後我們把它 這張圖把它停掉 好 那 我們就是用那張有長資訊圖呢 再把它解回來嘛 那解回來方式 因為你長圖方式是怎麼樣 你長圖方式是 就是 先做S 先除以128 齁 先除以128 齁 就是等於是將 原來那個圖變成01嘛 齁 所以 所以你 你要把它解回來的話 就是怎麼樣 那個Z呢 你跟 你 你原來那張X那張圖呢 做SOR 然後再乘以適當那個 數字 那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圖呢 就是 不是0就是1嘛 齁 0的話 當然就是黑色嘛 1的 呃 呃 不是0就是255嘛 齁 抱歉齁 1的話就會變255 0的話就會變成0 255的話就會變白色 齁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齁 我們看一下 出來的 解回來的 圖是長的 資訊是長的 什麼樣子 齁 好 解回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要秀圖嘛 秀圖這邊 秀圖這裡 看一下秀圖情形 齁 所以在這邊出來的 黑色當然就是0 白色當然就是255 齁 三個圈樓都是一樣 齁 那 OK 那我們把它按掉 好 最後呢當然就是 把它所有的Windows 就是Destroy 目前我們當然是不太需要這個 好 然後我們是整個再執行一次 整個再執行一次呢 我們這裡程式稍微做一個小修改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函數部分呢 我們把 呃 Wiki 0的部分 我們把它觸解掉 我們把它打一個請號 那在這邊 第八個 第八個的 Command Sale的第二行 我們也把它觸解掉 打一個請號 這邊呢 第十個 我們一樣 把這第二行 這個把它註解掉 然後 最後呢 我們因為它就是整個 最後再等一個 Wiki 然後再把所有的Windows 再把它Destroy掉 齁 我們這樣比較好 比較 好 所以然後 我們再整個 全部再整個 自行一遍 好 所以我們的圖都出來 我們可以慢慢比較 齁 我們先比 長的資訊齁 齁 那這是原來的 原來的話 其實它有些地方 它是比較灰階的部分 齁 那在這邊齁 我們 我們經過處理的話 它其實它就是 它只要是大於 它的值只要是 大於 100 大於等於128 的地方 它就會變成白色 齁 所以它在這邊 齁 就沒有 在解灰啊 這邊就沒有 沒有灰階的一個情形 齁 就是 不是純白就純黑 齁 那基本上 就是我們長的資訊 齁 這兩張就可以 把它弄掉 好 那我們在比 泰勒斯的這個圓圖 還有我們那個 剛剛長的那一張 長資訊這兩張圖 這兩張圖 你做的比較 事實上很看不太出來 有什麼差異 齁 肉眼上真的看不出來 因為每個channel 我們只用一個 位元去長資訊 呃 所以這種手法 大概就是用圖形嘛 然後用圖形去 去 藏 藏 藏資訊嘛 那我們用的圖檔是 所謂PNG的 非破壞性壓縮 好 好 那我們就 先到這邊嘛 好 好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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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